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6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和大家见面 其实黑暴过去两年 黄黑的阵营在国安法之威之下 社会总算局部开始平静 特首林郑月娥日前亦有出席电台节目 他里面提到 警察自从黑暴开始 一直都有接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但是监警会的报告和各种事实都显示 这些指控是不当的 认为同情暴徒和与警方对立的人 都欠了警队一个道歉 大家平心而论 其实黑暴以来除了一开始的时候 有些高官失言 就曾经有代表警队自怯之外 其实政府都算是一直都有支持警队 我们会看回自从中央立了国安法之后 早几个月也任命了一些武官 去出任特区政府的要职 其实在这个新的大环境下 特首出来开宗名义说这番话 更加有底气 也更加理直气壮 对社会其实是一件好事 其实所谓特首所指的道歉 其实只不过我想 在一种认识上面的认错 更加也都希望大家向前看 把事情告一段落 在黑暴期间 其实有一帮人就已经坐到加零一 他们又有没有政治的勇气 出来与警察道歉 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今时今日 大家都看到要坐牢 或者还压受审的 其实都有一堆人 要走的那些也都走了 剩下的 其实有些什么人 是真的应该要向警队道歉呢 我第一个想起的 没办法 都真是中大校长段巴段崇志 当年2019年年底 中大大话征 吴傲雪当日哭哧啼啼 跟段校长说 他声称在新屋岭 遭到警方性暴力对待 其实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 段巴很快就已经信到十足 发信去谴责警方 不过现在 其实真相已经是真相大白了一段 都一段时间了 甚至乎法庭也裁定了 网上散播新屋岭性侵的方言 的人 罪名成立的 其实段崇志 何时又肯出来道歉呢 我们其实当年多 其实都有很多建制的人 要求段巴尤其是中大校友 都要求段巴尤其是中大校友 都要求段巴尤其是回应 又或者道歉 但他迟迟到今天 他都当我没了一件事 是不是真的时间就可以冲淡一切呢 我觉得始终如何都好 都不会交代的了 其实大家都死一条心 不过我觉得第一个 如果林郑提到 要向警队道歉的人 我没办法不想起段崇志校长 接着就有 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 其实我们都不要由头数回 他的往迹 说过些什么 我们只是说他最近 他最出位的那些 他就说其实 暴力的行为本身应该要受到谴责 但他也不同意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但他就指 如果献花悼念可能是违法的 那说法很牵强 他也认为 其实他说的是7月1日 今年的7月1日 有位孤狼 孤狼刺商警员这件事 他就认为 悼念是可以出于同情 甚至可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以及与宣扬 恐怖主义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认为不应该将这些事件 上纲上线 我们新的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 吴点名和陈文敏说的 他就说他希望这位法律教授 夜晚能够睡得着觉 他说因为 他可能令到全香港充没了血腥 你想想保安局局长 前一哥都要出来谴责 陈文敏 那你说其实 他又需不需要 对警队作一个道歉呢 好了 接着不要再说多了 再说最后一个 就是前立法会议员 大律师吴凯宜 其实他最近也在报章有赞文 又是关于七一 即是这个孤狼刺警的这件事 他说他有赞文就有说到 一个又一个的普通市民走到现场悼念 送花痛哭 怎会是美化煽动暴力呢 还是因为这些良善的平民 在死者身上看得到自己 因为他们感到相同的悲愤 无力和绝望 因为他们心中的冤屈 屈结难排 所以他们才同样感受到 孤立无佐 所以才出来陪伴 同声一起哭 那你想想 这些 不要说之前 大家都是说回那样东西 大家都不要说之前 只是说这些最近社会事件 你说这些是否应该欠警队 一个很好的道歉呢 社会形势 其实整个局都有变的 但虽然 现届的政府任期只剩下几个月 但最近都要特意出来 换了一些主要官员 即是找了一帮武官上场的 大家就可以见得到 其实中央对香港的未来的路 即是方向 以及他们的摆位 是有多坚定的 平心言论 每一个组织 都一定有一些害群之马 警队也在所难免 但大家也要很公道去说一句 其实看警队 从黑暴到现在 都不仅是黑暴 其实一直过去 我觉得他们绝对 是可以背得到这四个字的 忠诚勇毅 我觉得无论怎样都好 我们都一定要继续支持香港警察 今天的今天早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